请你写在右边 95跟100是不是差5 好 写在这边 下一步 88跟100差多少 差12 请你写在右边 这样的问题 这第一步请你把95跟88写下来 第二步呢 请你把95跟100之间差距的数字叫做5 写到右边来 88跟100之间的差距叫做多少 叫做12 写到右边来 好 这第一步 好 在接下来的步骤呢 请你看一下 下一步叫做交叉相减 好 95减掉12应该多少 83 好 另外一个交叉相减 88减掉5答案应该多少 83 好 所以小朋友 其实这两个交叉相减 只要算其中一个就好了 因为答案都会是一样的哦 好 所以95减掉12叫做83 88减掉5呢 也叫做83 所以请你打83 直接写到左边来了 好 交叉相减写左边 下一步叫做 5跟12呢 请你直接相乘 好 直接相乘 好 直接相乘写到右边来 叫做60 下个问题 5跟12相乘等于60 好 所以小朋友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耶 95乘以88 你刚才算出来叫8360 这里算出来也叫做8360哦 下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步骤 请跟老师再来做一遍 Hey 3 5 1 1 嘿嘿